马总统的Homestay离开台中江春南家中 那么第二站是来到了高雄一间民间学生宿舍 不仅要入住只有六平大的学生套房 还要和学生座谈交流意见 有学生是听到总统要来访 感到相当兴奋 走进这一间六平大的小房间里 看得到简易的书桌和铺好棉被的单人床 厕所还特别打扫干净放上沐浴用品 还有这一个观景阳台 看出去都是花花草草令人赏心悦目 这间干净简单的学生套房 一个月住金只需要四千元 也是马总统Homestay第二站所要下他的房间 就把我们全部的空房全部都给他们使用 没有刻意安排说哪一间哪一间 就是我们的空房就给他使用 我们就尽量跟安全人讲说 不要影响到学生为原则 首次有国家元首进驻 不止房东感到余有荣烟 晚间马总统也将在这个交易厅内跟大学生座谈 许多学生听闻总统即将到来感到相当兴奋 马上预约魏子也希望能跟总统近距离接触 没想到会会他会来住学生宿舍这样 对来了解学生的生活 对啊我就是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很兴奋 因为我们不大可能能这么近距离接 见到就是这么这么这么高级的人物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要和学生住的一模一样 马总统第二站到了学生宿舍 希望聆听青年学子的想法交流彼此的意见